接下来我们看印花税的税率 印花税的税率分为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 那么大部分的印花税的应税的凭证 适用的是比例税率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应税凭证 适用的是定额税率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采用反向记忆的方法 那么只有权利许可证兆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营业账簿当中 比较特殊的一些账簿 它适用定额税率 当然根据最新的政策 那么原来是用定额税率的营业账簿 那么现在也取消了我们征收定额税率的一些规定 所以现在只有权利许可证兆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四证一诏 它是按定额税率每件贴花五元去征收的 剩余的全部都是比例税率 剩余的全部是比例税率 那么比例税率呢 它也是分高低党的 最高税率为千分之一 最低税率为万分之零点五 然后最高税率是最低税率的二十倍 所以印花税啊 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拔最多的羊毛 听最少的羊叫 就是因为它的税率啊 相对别的税种来说 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看四档比例税率里边 其中借款合同 注意它是唯一的一个最低的税率档次 是万分之零点五 注意是万分之零点五 换句话来说是十万分之五 小数点一定要数对 尤其涉及到计算的时候 第二 购销合同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和技术合同 那么这三类合同呢 它是万分之三 还有呢 大部分的应税的凭证 都是万分之五 包括加工承揽合同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货物运输合同 产权转移数据 营业账簿当中 记载资金的账簿 这都是万分之五 然后还有三类合同 是千分之一 财产租赁合同 仓储保管合同 和财产保险合同 适用定额税率的 主要是权利许可增长 后面这句话应该可以删掉了 营业账簿的其他账簿 以前是每件加贴五元的印花的 按照我们最新的 开始执行的政策 这个五元的定额税呢 已经取消了 所以只有权利许可增长 好 那么这个税率呢 考试当中呢 一般是会给我们的 那么如果不给我们呢 我们也会总结一些 口诀帮助大家去记忆 这个印花税的税率 第三个 证券交易印花税啊 涉及到的有关规定 这里是比较特殊的 证券交易呢 它也要涉及到印花税 那么这个印花税有几个特殊点 第一呢 它的税率也是千分之一 第二个要注意 证券交易啊 我们签的实际上是一种什么 也是一种股权转让数据 也就是它也是一种 产权转移数据当中 一种叫股权转让数据 它比较特殊的 第一个它的税率也是千亿 第二注意 它单边征税 因为我们知道 在股票交易里边 肯定有买方也有卖方 对吗 我们实际上只是对卖方征税 而买方并不征税 是单边征税 千分之一 同时对香港市场投资者 通过护港通买卖 继承正与上交所上市公司的A股 按内地现行税制规定 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 也就是它也是什么 你通过护港通 香港投资者也是卖方交税 内地投资者通过护港通买卖 继承正与联交所上市公司的股票 按香港特别行动区 现行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所以我们把印花税的税率通过口诀的方式 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口诀的编写 希望帮助大家来记忆 很好记忆 四句话 猪宝宝炒股出老千 鸡飞狗跳背捉奸 猪宝宝赦十万五 运输五万赢家产 那么第一个猪宝宝炒股出老千 第一个猪是租赁合同 第二个宝两个宝宝 一个是保管合同 一个是保险合同 对吗 两宝一猪一炒股 是千分之一 第二鸡飞狗跳背捉奸 鸡是技术合同 狗是购销合同 背捉奸建安合同 对这是什么 这是万三 万分之三 猪宝宝赦十万五 就是我们借款合同 只有一个是十万分之五 也就是万分之零点五 然后运输五万赢家产 运输运输合同 查室勘查设计合同 营市营业账簿 然后呢 加室加工承揽合同 产是产权转移输据 然后它的税率是万分之五 是不记住了 当然还是强调一遍 考试一般呢 印花税的税率应该是给的 如果不给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 我们这个印花税的口诀啊 简单的记一下 这里边有个最新的政策 我们在我们的课件里边 很多次都强调了 这个今年必考的 从2018年5月1日起 对按万分之五 税率贴花的资金账簿 减半征收印花税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营业账簿啊 分两种 一种是记载资金的账簿 一种是不记载资金的 其他账簿 那么记载资金的账簿呢 它的印花税原来是万分之五 现在我们仍然是万分之五 但是是减半 所以你乘以万分之五以后 还要再乘个二分之一 对不对 这个在小计算里边 今年非常容易考察 第二 原来按劲贴花的 每件五元的 没有记载印花资金的这个账簿 其他账簿 原来是每件五元 现在是免征印花税 对这个是今年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第三个 具体的印纳税额的计算 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明确了 印花税有 有重量 也有重价 对吧 如果是重价计征的 印纳税额就等于 记税的金额 乘以比例税率 如果是重量征收的 印纳税额就等于 贫政的件数 乘以固定税额为五元 那么在 重价征收当中 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 那么这个记税金额如何确定 要注意 大部分的印花税的 印税凭证 它这个记税金额 都是全额 以收入费用的全额 作为记税依据 只有非常特殊的 有一些凭证或合同 它是按余额记税的 我们这里边列举了 余额记税的 一个是货物运输合同 一个是记述合同 我们在后面讲到 涉及到余额记税的时候 会专门强调 它是比较特殊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涉及到计算的 印花税记税依据的 一般规定 那么这里边是我们 印花税考小计算 特别愿意命题的点 第一类比较重要的合同 即购销合同 购销合同的记事依据 为购销的金额 而且是购销的全部金额 不得做任何的扣除 尤其购销合同当中 包括调记合同 易货合同 都应该包括调记和易货的全额 那么在商品购销合同当中 采用以货换货方式 进行商品交易签订的活动 我们说以货换货 就是我们前面一些章节 讲的以物以物 以物以物 实际上是拿我100万的卡车 换你100万的轮胎 实际上相当于是什么 它是既购又销 双重经济行为的合同 相当于你先签了一个卖货合同 然后又签了个买货合同 对不对 两笔金额都在同一个合同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你的合同金额 实际上应该是 100万的卡车 换100万的轮胎 那你的合同金额应该购销合计金额 也就是200万来作为计数一句 价钱硬化 当然合同如果未列明金额的 应按合同所载的购销货物数量 依照国家的排价或市场价格 我可以计算出应按税额 注意是按购销合计数作为计数一句 例如我们这里边举的例子 用一汽用50万的汽车 换了米其林公司60万的轮胎 然后再掏10万的差价款 对吗 我们在计算一汽和米其林 它应该叫的印花税的时候 就应该是多少 一汽应该叫的印花税 就是50万加60万 购销合计金额 然后乘以万三 算出应按的印花税是330元 当然 为什么这里面要强调一下 如果这道题他问的 不是一汽或米其林 应该叫的印花税 如果题目当中问 这个以货易货合同 它的这项交易应当的印花税 如果他问这项交易 这个合同本身应该叫的印花税 注意 这个时候你算印花税的时候 计算一句仍然是50加60 但是你乘以万分之3以后 要乘以2 所以我们在前面在讲 纳税人的时候一再强调 印花税比较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是双边纳税 因为你合同一般不是一个当事人 而是两方或多方当事人 对吧 所以他如果问交易和合同 应该叫的印花税 那就是双方的印花税 如果他问其中某一方的印花税 你只需要算一遍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跟这个考点相关的一道题目 单选题 甲公司与A公司签订一项易货合同 约定用市场价格120万元的库存商品 换取市场价格为140万元的原材料 支付A公司的差价20万元 该项行为应缴纳印花税为 注意甲和A签订的易货合同 所以我们说易货合同应该按什么 购销合计金额120加140 合计数乘以什么 万分之三 当然这道题的考点是什么 关键看他问的是该项行为应叫的印花税 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考点 他没有问甲公司应该叫的印花税 或A公司应该叫的印花税 所以你算出印花税以后还要再乘以2 那乘以2以后算出的就是第一选项1560 你要是只算一个人的甲公司或A公司其中一方的 你就会选780对吗 所以一定要注意他的问法 问的是某一方应该叫的印花税 还是这项行为和合同应该叫的印花税 第二个合同 加工承乱合同的继续依据 那么加工承乱合同呢 这里边首先呢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这里的加工承乱合同 一定要不要和消费税的这个委托加工啊 弄混了 消费税那个委托加工 他对委托加工的定义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大家回忆一下 消费税我们在讲委托加工的时候 一定强调 那个主要原材料 必须是委托方提供的才可以 它才是消费税的委托加工 对吗 那么在我们讲印花税的时候 印花税 它命名的合同叫加工承乱合同 而加工承乱合同实际上又包括两种 然后具体计税的时候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 第一种呢 就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那个三 委托方提供原材料 售托方收取加工费和辅料 双方就加工费及辅料金额 按加工承乱合同 记彻贴化 这是最简单的 那么这种加工承乱合同 和我们消费税的委托加工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原材料是谁提供的 原材料是你委托方提供的 我售托方只是收取了加工费和辅料 这就是单纯的 从售托方角度来讲 甲和椅之间签了什么 委托加工合同 加工承乱合同 那加工承乱合同 就按照什么 我加工承乱合同 记彻贴化就可以了 自己按加工费和辅料金额 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要讲的呢 是考试里面考的更多的 就是第二种情况 我们经常把它称为叫定做合同 而不叫专门的委托加工合同 什么叫定做合同呢 售托方提供原料和辅料 并收取加工费 并且分别注明的 原材料和辅料金额 按购销合同记彻贴化 加工费按加工承乱合同 记彻贴化 我们就把这个称为定做合同 如果没有分别注明 原料金额和加工费金额的 一律按全部金额 按加工承乱合同记彻贴化 那么这种定做合同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在加工委托过程当中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前面讲的 张玉作为委托方 然后呢 他找了一张加工厂 说你替我加工红酒 张玉说 我提供多少呢 原材料 价值100万的原材料 然后我跟你加工厂 签订了一个加工承乱合同 就是把这个原材料 葡萄给我加工成葡萄酒 然后支付你加工费和辅料 是20万 所以这种就是 委托方提供原材料 售托方负责提供加工和带电辅料 所以我们就只需要 就加工费和辅料 按20万 直接乘以加工承乱合同的税率 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 相对复杂一点呢 就是张玉作为委托方 他找了一张加工厂 他说你替我加工葡萄酒 然后双方怎么签的合同呢 双方说了 这个主要原材料啊 注意原材料是50万 由谁提供呢 是加工厂提供 你加工厂地提供原材料 同时又什么 按照我的要求 给我进行加工 收取了加工费20万 所以大家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 是既提供原材料 又收取加工费 你这就不是简单的 委托加工了 你属于一种定做合同 换句话来说 加工厂你干了几件事啊 你是先买原材料 你又加工 所以我按两个合同 分别计税 你买原材料 这叫购销合同 对吗 万三 然后呢 你提供加工服务 叫加工传染合同 万五 你看哪个税率高 加工传染合同的税率 是万五要高一些啊 购销合同的税率 万三要低一些 当然 我们这么做的前提是什么 首先是原材料 是售托方提供的 对吗 其次 售托方既提供原材料 又收取加工费的 那个原材料的费用 和加工费的金额 二者是能够分别列明 分别合算的 我们才能够分别 按不同的合同 算议划税 如果你没有分别列明的 说我加工厂啊 我既提供原材料 我又给你提供加工 但是呢 我一次性收了多少钱 我就收了七十万 至于这七十万当中 原料有多少钱 加工费多少钱 不知道 反正总额就是七十万 这就是我们核算是不清楚的 不清楚的情况下 一律从高 我们前面讲过了 加工承载横的税率是万五 对不对 你这个购下横的税率是万三 所以我们一律从高 那就是按万五的税率交 七十万乘以万分之五 听懂了吧 好 我们看一道 对应的三选题 某学校委托一服装加工企业 定做一批校服 合同载明原材料金额八十万 由服装加工企业提供 学校另外支付加工费四十万 服装加工企业的该项业务 应缴纳印花税为 注意学校是委托方 服装加工企业是售托方 然后加工校服的过程当中 原材料是谁提供呢 注意是服装加工企业提供 是不是售托方提供了 售托方既提供原材料 又提供加工服 所以呢 他应该 售托方购买货物 这个按万分之三 对吧 交印花税 按万分之三 然后他的加工费按多少啊 万分之五 交印花税 分别列明了吗 所以分别按两类不同的合同 交印花税 所以应该叫做印花税是 算出来 息选项 440元 好 第三个合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他的计税依据 为勘察设计收取的费用的全额 注意是全额 没有任何扣除 建筑 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计税依据 为承包金额 不得提出任何费用 也是什么 合同里面的全额 即使你在施工过程当中 把自己承包的建筑项目 进行了分包和转包的 那么你这种分包和转包的行为 所签订的分包和转包合同 不能从总包的合同当中 把金额去掉 因为印花税是全额继税 只有特殊的才是余额继税 对吗 而且你分包转包的合同 你还是有金额的 你也属于什么 承包合同 仍要按各自的金额 另行计划 第五个 财产租赁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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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赁� 我们征管方便 第二个 拆占租赁合同 如果只规定了月租金 或每天租金的标准 而不确定租期的 先按定额五元贴花 再结算时按实际金额贴花 补贴硬化 因为我们有些房租 房屋的租赁 有的是按日租金 说一天一百块 那你要住十天你就一千 你住十五天就一千五 我也不规定具体的日期 那对于这种合同呢 我们首先明确 它一定是印花税的征税合同 第二呢 由于我们金额不明 不知道它要住多少天 也就不知道 它租赁费的总额是多少 所以我先按五块钱贴一次花 实际你结算的时候 如果你的金额大于五元了 那我插额部分 补贴印花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道单选性计算题 这块呢 考单选性计算题是容易丢分的 不是它有多难 而是考察你的 做题的时候 是否细致 2012年1月 贾某将自己的轿车 出租给宜某 合同约定 每月租金是五百元 租期一个半月 然后合同解除 贾收到以租金七百五十元 贾应缴纳印花税多少元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 轿车出租就是租赁合同呗 租赁合同 每月租金是五百元 租期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那是七百五呗 七百五我们知道 猪宝宝炒股出老千 是不是千一的税率啊 乘以千分之一 算出来是多少 零点七五元 有东西说选A啊 就是这道题 A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诱达项 或者叫干扰项 正确答案应该是B 考什么 考我们前面讲的 租赁合同的印花税 如果大于一角 但是小一元的 按一元贴花 也就是按一块钱交税 所以最低是增一块 对吧 所以不存在零点七五元的印花税 你看那个印花税票 它也是有面值的 对吧 第六个 货物运输横的积税一句 为取得的运输费金额 这个要注意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其中涉及到一个叫 差额积税的 它并不是全额积税 那么我们运输横的积税一句 是运费金额 但是不包括什么 所运货物的金额 以及装卸费和保险费等等 为什么说它有可能是差额积税呢 因为有的提案里会说 假企业运送一批货物给一企业 双方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 双方约定了货物的运费 加装卸费保险费 总共是110万 其中装卸费和保险费是10万 那这就是考我们差额嘛 就是我们运输合同顾名思义 是运输费的金额对吧 所以应该是110万 运杂费的总金额 减去10万的装卸费跟保险费 差额部分才是纯运费的金额 这个在计算它的应那应化税 所以它是少有的差额积税的一个位定 第七个 仓储保管合同的积税依据 为仓储保管的费用 就是保管费金额 第八个 也是比较特殊的 借款合同的积税依据 因为借款合同在实践当中 它有很多种变形 一般情况下 就是按借款金额 但是在实际的业务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种变化 我们看第一个 凡是一项新代业务 既签订了借款合同 又一次或分次填开了借据的 只以借款合同所在金额 计税贴花 凡是只填开借据 并作为合同使用的 应以借据所在的金额 计税在借据上贴花 一个规则叫税不从增 对不对 如果你签了合同 又填了借据的 那我对合同增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同一笔借贷 对吗 那么如果你没签合同 拿借据作为合同的 那我也是按借款金额贴花 那就保证了一点 就是税不从增 对吧 第二 借贷双方签订的流动资金 周转性借款合同 一般是按年签订 规定最高限额 借款人在规定期限 和最高限额内 谁借谁还 对这里合同 只就其规定的最高限额 作为及时一句 在签订时贴花一次 在限额内 谁借谁还 不签订新合同的 不再另借印花 就是说 这个假企业和仪企业 一直有一种借贷行为 然后假企业和仪企业规定了 我每年都可以给你搞流动性借款 但是你最高不能超过100万 最高限额 而且时间长路是一年 也就是一年当中 第一次借80万 然后你还了80万 第二次又借了90万 又还90万 第三次借了50万 又还了50万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为了增管方便 那么像这种流动性 周转性借款 我们就是一次性的 按100万的全额 乘以我们的什么 10万分之五 10万分之五 然后贴一次印花就可以了 第三个 对借款方以财产做抵押 从贷款方取得的 抵押贷款合同 按借款合同贴花 在借款方因无力偿还借款 而将抵押财产 转移给贷款方时 应就双方定立的产权转移数据 按产权转移数据 有关规定 积水贴花 所以对于抵押的这种财产呢 财产抵押合同 它往往会涉及到 可能两道印花税 抵押期呢 你就是借款合同 抵押期结束以后 如果你还款了 就不涉及到下一个产权转移数据了 对吗 如果你无力还款的话 你那个房产是不是就发生转移了 你房产一旦发生转移 就是产权转移数据 第四个 对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 它所组织的融资租赁业务 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 应按合同所载的租金总额 也是按借款合同 计划 好 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某机械公司 与出口公司签订购买价值 2000万元设备的合同 为购买此设备 向银行签订借款了2000万元的 借款合同 后因设备质量问题 购买合同作费 根据上述情况 该机械公司应缴那印花税为 首先呢 要注意 它有一个第一个合同叫什么 叫购买合同 那购买合同正常交税啊 然后呢 它又签订了一个借款2000万的合同 那借款合同 至于你那个设备质量问题 导致合同作费 合同作费那是后期的事 我们一再强调 印花税是两个税 一是行为税 二是凭证税 只要你有订合同的行为 你的印花税的纳税衣服就产生了 听懂了吗 至于你后面合同 做不做费 取不取消 跟我们没关系 所以 它的印花税就是2000万 先乘以13 购买合同的印花税 做费了 你也得交印花税 因为你合同签完了 第二个 借款合同应当印花税 2000万乘以10万分之五 算出来是0.1万 两笔印花税合到一起 是0.7万 也就是息选项 7000元 第九个合同 财产保险合同的计税依据 为支付的保费金额 当然 一定是保费金额 不包括所保财产的金额 第十个 技术合同的计税依据 为合同所载的价款 报酬或使用费 一般是全额 当然 有特殊情况 第一个技术依据的特殊情况 如果 它是技术合同当中的 技术开发合同 那么 只就合同所载的 报酬金额 计税 研究开发经费 不作为计税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那个技术开发合同当中 规定了总金额是1000万 然后其中呢 研究开发经费是200万 注意 我们允许你从1000万当中 把这200万的研究开发经费 扣掉 就差额部分 就是你的技术 报酬金额 只有这部分才交 印花税 是不是差额计税啊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点 第二 如果你是技术转让 横端的技术转让收入 有的技术合同呢 签订的 它没有明确技术转让的 具体金额 而是约定 将来按照销售收入的 一定比例 收取 或者按实现利润 进行分成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给你画饼呗 你把技术转让了 技术转让啊 还没说技术转让 卖了100万还是1000万 双方怎么约定的 等到这个将来 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以后 这个产品如果卖的时候 按照产品的10% 支付技术转让的 这样的一个费用 那将来产品的 那个销量的10% 你也不知道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也是防止什么 税款流失 先按5块钱定额贴花 以后呢 结算的时候 再按实际的金额计税 差额部分补贴硬化 好 我们看一道 对应的例题 假企业于2017年4月份 于某科研单位 签订一份技术开发合同 合同的总金额为100万 合同规定 研究开发费用80万 报酬20万元 当月还与A企业签订了 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价款是30万 与B企业签订了 专利权转让合同 价款为100万 实际上假企业上述业务的 硬化税 硬纳税额 考几个点呢 第一 考合同性质的分类 它到底属于哪类技术依据 技术开发合同 是技术合同 对吗 按技术合同 贴花 第二 非专利技术合同 注意这里边有个 非专利技术合同 所以它也是技术合同 第三个 专利权转让合同 这叫产权转移数据 所以大家注意啊 首先你是要分类分对 它属于合同 还是哪种应税凭证 这是第一个 因为它税率不一样 第二个 哪些是全额纪税 哪些是余额纪税 这道题呢 技术开发合同 总金额是100万当中 研究开发费用 80万是可以扣掉的 只就差额20万交税 这是考余额纪税 而剩余的 非专利技术合同 30万 和专利权转让的100万 都是全额纪税 只是税募不同 对不对 你看有的是按技术合同增税 有的是按产权转移数据增税 所以假企业应当印划税 劳报数金额 技术开发合同的余额寄税 20万乘以万三 再加上 我们签的什么 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30万乘以万三 再加上专利权转让 按产权转移数据 万五的税率 算出来是650元 第十一个 产权转移数据 产权转移数据呢 也是计税一据 为数据当中所载的全部金额 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 卖房子那个 合同当中 就会有具体的金额 你卖100万还卖120万 对吧 第十二个 营业账簿 营业账簿呢 我们前面说过 它分两种 一种是什么 记载资金的营业账簿 和没有记载资金的 其他营业账簿 那么记载资金的 营业账簿呢 它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它实行从价激增 对不对 那么从价激增的话 它的技术依据是 以记载资金的 营业账簿当中的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 这两项的合技术 作为 技术依据 当然大家要知道 一个企业在 经营过程当中啊 它的实收资本 和资本公积 一直在变化 对吧 如果实收资本 和资本公积 有增加了 那么对应的 印花税 是不是就是增加了 所以它俩一发生变动 就可能会涉及到 印花税的问题 第二 其他营业账簿的话 我们以前规定 记载一句 是应税凭证件数 但是现在看呢 这段话意义不大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 已经讲过了 最新的政策 是从2018年 5月1日起 对记载资金的 营业账簿 我们是按照 法定税率 然后减增50% 减慢征收 对吧 对于其他的 营业账簿 按键贴花的 现在是免征 所以这块呢 现在实际上 大家不用太花精力了 第四三个 权利许可征兆 记载一句就是 应税凭证件数 每件五元 到时候数对就可以了 一件五元 两件十块 对吧 会数就可以 第二个 我们讲了 计税依据的 一般规定 那么肯定就有 计税依据的 特殊规定 那么这个特殊规定 里面有些点呢 也是会和前面的 计算 知识点 重合的 第一个 凡是合同当中 评论当中 以金额收入费用 作为计税依据的 一般都应该是 全额计税 不得做任何扣除 我们前面讲过 允许差额计税的 余额计税的 就两个 一个是 技术 开发合同 可以扣技术研发费用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运输合同 可以把那个杂费扣除 对吧 第二个 如果同一个凭证 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 应该是项 而适用不同税率的 分别记载金额的 应分别计算 应发税额 未分别记载金额的 按税率高的 计算 应发税额 如果你这个合同 约定了两个事 一个是万三的 一个是万分之五的 你只要分别 记载金额的 各算各的 对吧 如果你没有分别 记载金额 那我就按总额 一律冲高 第三个 按金额的 比例贴花的 应税凭证 如果这个 应税凭证当中 没有标明金额的 应该按照 凭证所载的数量 及国家排价 去计算金额 没有国家排价的 按市场价格 计算金额 再按规定 税率计算 应拿税额 第四个 应税凭证 所载的金额 如果是外国货币的 应按凭证 梳立当天的 国家外汇部门 公布的外汇排价 折合成人币 计算应拿税额 第五 应拿税额 不足一角的 免纳应花税 应拿税额 一角以上的 事舍无入 那么一角以下 是免纳应花税 大家结合 哪个指示点呢 我们刚才讲 租赁合同 是不是特殊啊 租赁合同讲过 如果租赁合同的 应花税 是大于一角 小于一块的话 按一块钱贴花 当然你把这个 指示点连上 如果租赁合同的 应拿税额 不足一角的 免纳应花税 对吧 那么一角以上的 如果存在小数点的话 是收入 第六 有些合同在签订时 无法确定积水金额 可在签订时 先按五块钱贴花 以后结算时 再按实际金额 积税 补贴一花 我们刚才讲过 两种这种情形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我们租赁合同 没有约定租期 只有日租金 月租金标准的 那么可以先贴五块 以后补贴 第二种是 技术转让合同里边 技术转让收入 如果没有约定 技术转让收入 具体金额 而是按以后的销量 或售价 一定比例收取的 那么也是什么 先按五块钱贴花 以后金额 做实以后 再按实际金额 积税 补贴一花 第七个 其实在我们的 很多考点里边 都涉及到 应税合同 在签订纳税义务时 既已产生 应计算应纳税额 并贴花 所以不论合同 是否兑选 或是否按期兑选 均应揭花完税 再说一遍 我们刚才已经强调 这个知识点了 印花税是什么税 印花税是行为税 凭证税 只要你有定例 凭证的应税行为 发生了 你只要一签合同 我印花税就增 至于哪个合同 履不履行 是否全部兑现 跟我们印花税 没一毛钱关系 我们印花税 盯的是凭证 是否定例 听懂了吗 不是你这个交易 是否进行 当然 对于已经履行 并贴花的合同 如果所载的金额 与合同履行后 实际结算金额 存在不一致的 只要双方 未修改合同金额 一般不再办理 完税手续 第八个 对证券交印花税 我们现在由双边征收 改为了单边征收 只对卖出方按千一 交印花税 而买入方不再征税 第九个 涉及到国内的运输合同的 比较特殊的情况 国内的运输合同呢 第一个呢 就是国内各种形式的 货物联运 如果是货物联运的话 凡在企运地 统一结算全程运费的 则以全程运费 作为计算移居 由企运地的运费 结算双方 缴纳印花税 凡在分层结算运费的 应以分层的运费 作为计算移居 分别由办理运费 结算的各方 缴纳印花税 第二 如果是对国际货运 凡有我国运输企业运输的 不论在我国境内 境外企运 或者中转分层运输 我国运输企业 所持的一份运费结算凭证 均应按照本层运费 计算应纳税额 由外国运输企业运输 进出口货物的 外国运输企业 所持的一份运费凭证 免纳印花税 好 我们看18年的 税二的一道考题 2018年2月 甲公司与乙公司 签订一份设备采购合同 价款总计为2000万 两个月后 因采购合同作费 又改为融资租赁合同 租金总额为2100万 甲公司上述行为 应缴达印花税为多少元 第一个 采购合同 你合同是不签了 你有签合同的行为 那就按购销合同 2000万乘以税率 至于你合同做不做费 跟我们印花税没关系 然后你又签了一份 融资租赁合同 我们前面讲过 融资租赁合同 按借款合同加提印花 所以你的2100万 按租金总额 应该乘以什么 十万分之五 所以假企业上述业务 应到的印花税 两笔印花税 合到一起是 质地 7050元 我们再看一道题目 单选题 某企 2019年初 营业账簿记载的 实收资本和资本攻击余额 为500万元 当年该企业增加 实收资本120万元 新建其他账簿12本 领售专利权 发给的专利证一件 税务机关重新核发的税务登记证一件 该企业上述评证 2019年 应纳印花税为 这里面设计到哪几类评证呢 一个是 我们的营业账簿 然后还有营业账簿里边 记载资金的和 没有记载资金的 其他账簿 对不对 还有专利许可证 还有税务登记证 考什么呢 第一个考点是 他营业账簿当中 记载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 是500万 当年该企业增加的实收资本 是120万 那你增加部分 是不是就需要按 记载资金的营业账簿 去加提计划呀 所以你乘以 营业账簿的 万分之五的 税率以后 还要再乘一个50% 是不是 减半征收吗 其他账簿12本 我们是19年 所以其他账簿12本 以前是每件五元 现在是不是零元了 所以他不需要交易化税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考点呢 就是他领受了专利权的 专利局发布的专利证 一件 一件乘以五元 定额征收 而税务登记证 不属于我们法定的 征税的权利许可征兆 权利许可征兆 就包括五个 四正一兆 工商地商专 对吗 所以总计 他应该交易化税 我们算出来是 息选项305元 接下来我们看 一道综合一点的 硬化税的立体 某公司主要从事 建筑工程机械的生产制造 2017年发生以下业务 第一 签订钢材采购合同一份 采购金额八千万元 签订以货换货合同一份 用库存的三千万元 A型钢材 换取了对方相同金额的 B型钢材 签订销售合同一份 销售金额是一亿五千万元 第二 公司作为售托方签订 甲乙两份加工承揽合同 甲合同约定 由委托方提供主要材料 金额为三百万 售托方只提供辅助材料 金额二十万元 售托方另收取加工费五十万元 以合同约定 由售托方提供主要原材料 二百万元金额 并收取加工费四十万元 第三 公司作为售托方签订 技术开发合同一份 合同约定 技术开发金额 总共是一千万 其中研究开发费用 与报酬金额之比为三比一 第四 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一份 承包金额三百万元 公司随后又将其中的 一百万元业务分包给另一单位 并签订相关合同 第五 公司新增实收资本 两千万元 资本公积五百万元 第六 公司启用其他账簿十本 要求分别计算上述业务 应当缴纳的印花税 说明购销合同 加工承揽合同 技术合同 建筑安装承包合同的 印花税率分别为 万三万五万三万三 营业账簿的印花税率为 万分之五和每件五元两种 这个其实都应该按最新的政策 做更新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第一个问是什么 它是刚才采购合同 所以呢 这个就是典型的购销合同 那购销合同的话 八千万 然后加上什么 第二个是以货换货合同 以货换货合同 我们说是按购销的合计数 所以是加上两个三千万 因为三千万的A型钢管 换三千万的B型钢管 合到一起应该是六千万 再加上什么 最后一笔是销售合同 也是购销合同 一亿五千万 所以第一个 业务全部都是购销合同 然后乘以我们的万分之三的税率 就OK了 而第二个呢 是考加工承买合同的业务 它加以两份合同 加以两份合同 假合同是什么 公司是受托方 那么另一方呢 就是委托方 所以这个假类合同啊 是典型的什么 是加工承买合同 因为原材料是由委托方提供的 我们公司作为受托方 只提供辅料金额和加工费 这个要注意 我们虽然是按加工承买合同 计税 但是我们的计税依据 不仅包括五十万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二十万的辅料金额 它都属于广义的加工费 所以按加工承买合同 增硬化税 按加工承买合同 赚硬化税 而乙合同 乙合同是 受托方既提供原材料 又提供加工 我们前面讲过了 而且它分别列明金额了 所以一个是万三 一个是万五 对不对 如果是加工费 这就按万五 如果是购买主要原材料 就是万三 对吧 半分之三 这是加工承买合同的 硬化税 第三个呢 技术开发合同 核心考什么 研究开发经费 和报酬金额是三比一 所以一千万当中 我们要除以四份 对不对 总共是四份嘛 然后研究开发分用 占了三 报酬金额只占一 然后我们除以市场一 所以只是对 报酬金额部分增税 研究开发经费 是实际上是可以扣除的 对吧 然后再乘用我们的税率 就是我们的技术开发合同 余额计税 应该叫做一华税 第四个呢 涉及到一个总包 一个分包 那我们说 不管是总包还是分包 都需要按 建安承包合同 交一华税 第五个业务啊 要特殊强调一下 它的实收资本是两千万 资本公积是五百万 这是新增的 然后启用了其他账簿 实本 所以我们看最后 在算这个营业账簿 应该叫做一华税的时候 如果按老政策 老政策的话 应该是什么 其他账簿 应该叫做一华税 是十乘五 应该叫五十元 然后呢 如果是记载资金的营业账簿 因为这条题是17年的业务 对吧 17年的业务呢 那么就是万分之五 新增的实收资本加工机的万分之五 算出来是 一千 一万两千五百元 然后呢 其他的账簿呢 是基件贴花 当然 如果按照我们19年的政策 我们再强调一遍 这条题答案本身没问题 因为这条题的答案是2017年的业务 如果这条题是2019年的业务 那我们怎么做了 新增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工机 这两笔金额 我们乘以万分之五以后 还要再乘个百分之五十 减半征税 对不对 如果按理2019年的新政策 然后其他账簿这块 是不是就是免贴印花税啊 所以大家做这个 涉及到我们营业账簿的 这个印花税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政策 是从2018年的5月1号开始执行 对不对 你要注意那个时点 是在这个之前还是在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一道单选题 东方是甲制衣公司 受托加工制作时尚服装 双方的加工承载合同中 分别注明加工费是五万元 委托方提供价值三十万元的主要材料 受托方提供价值一千元的辅料 同时 甲公司受某学校的委托 为其定做一批校服 合同载明原材料八万元 由甲公司提供 学校另外支付加工费四万元 为了生产高档服装 甲公司从南方进口了高档毛料 委托某物流公司负责运输 双方签订运输保管合同 合同约定的运输费为三万元 仓储费为一万元 则该公司应缴纳印花税为多少元 这个题呢主要考什么 两个点 一个是加工承软合同 一个是运输保管合同 那么这个加工承软合同呢 它又分为两类 甲自义公司呢 它是个受托方 它是个加工方 对吗 所以它签了两个合同 第一个合同是什么 第一个合同是委托方提供原材料 所以我们受托方就是加工费 那加工费的话就按什么 应该按照你加工费的金额 也就是五万元加上辅料金额 二者之合乘以万分之五 这是第一个加工承软合同 而你第二个加工承软合同呢 是甲公司既购买原材料 又什么 又支付加工费 所以甲公司是又当爹又当妈 那么你购买原材料按购销合同 也就是八十万乘以万三 然后你加工费四十万按加工承软合同 是不是分别列明 分别按不同的合同 加添印花啊 这是第二个合同 而第三个呢 是为了运输高档毛料 涉及到运管合同 运管合同里面约定了 运输费是三万 仓储费是一万 这个考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知识点 如果你在一个合同当中 同时涉及到两项或更多的业务 那么这些项目和业务呢 涉及到不同的我们的合同的话 那么如果分别列明的 分别按各自的税率 合同适用的税率去贴印花税 如果没有分别列明的一律冲高 所以它叫运输保管合同 所以在这个合同里边 它既有运输费又有保管费 那么运输费和仓储费 仓储费是千一啊 对不对 而你那个运输保管合同的税率是多少啊 是万五啊 所以它分别列明了 那我们的运输费就按万五交税 而那个仓储保管费就按千一交税 对算出该企业应缴用的印花税 总额是币选项 490.5元 第四个 印花税的税收优惠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完全免征的 已经缴用印花税的凭证的负本 或者是超本免纳印花税 但负本或者超本作为正本使用的应列行切花 就是在有正本的情况下 那么正本以纳印花税 负本和超本就没有必要交了 但如果你负本和超本当作正本使用的 它也需要贴印花税 第二 对无息贴息贷款合同免税 一定强调 不是所有的贷款合同都免税 是无息或者是贴息 第三 对房管部门与个人签订的 用于生活居住的租赁合同免税 一定强调是用于生活居住 第四个 对农牧业保险合同免税 跟农牧业有关的 第五个 在19年1月1日 自2021年12月31日 对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 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纳印花税 这个其实是对以前政策的延续 只不过时间段 现在又往后拓延了 对吧 学生公寓的租赁合同免纳印花税 第六个 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 建造管理公租房设计的印花税 予以免征 第七个 对棚户区改造当中 对改造安置住房经营管理单位 开发商与改造安置住房相关的印花税 以及购买安置住房个人设计的印花税 自2013年7月4日予以免征 所以你就记住一些特殊房源 不管是什么公租房还是安置房 都是国家所鼓励的一些房源的性质 对不对 所以它的印花税我们都给予优惠 当然这些房源是给予优惠了 如果你在商品房的开发项目当中 配套建造安置住房的 我们知道商品房 你得正常交印花税 对不对 配套安置住房是可以免征印花税的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相关资料 协议按照安置住房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免征印花税 其实还是一句话 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建筑面积法 安置住房的部分免征 商品房部分正常征 对不对 第八个 前面已经强调过一次了 非常重要的 从2018年5月1日起 对记载资金账簿的 一页账簿 它属于万分之五的税率贴花 但是减半征收 对按键贴花5元的其他账簿 予以免征 第九个 对社保基金理事会 社会保障基金 投资管理人 管理的社保基金 转让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免征社保基金理事会 社会保障基金 投资管理人 应纳的一花税 一定强调什么 主体是社保基金 其次转让的标的 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好 我们看 与这个知识点相关的选择题 多选题 下载课项当中属于 一花税免税项目的有 A 无息贷款合同 应该选 B 专利证 应该是每件五元 其技术合同 正常征税 D 营业执照 副本 应该是免税的 所以呢 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A和4D 第五个 印花税的征收管理 印花税的征收管理 还是有一些特色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印花税的纳税方法 就本身就比较特殊 印花税的纳税方法 主要有三种 一个是自行贴花 第二是会贴或会脚 第三是委托待征 那么自行贴花纳税 这是最常见的 印花税 印花税 顾名实义啊 你是自己给自己贴 印花税票 对吗 我们经常把它称为 叫三字纳税 为什么叫三字纳税啊 纳税人如果发生了 一个应税凭证 他首先要自己算 应纳税额 第二 你算出印纳税额以后 要自己购买印花税票 第三呢 买了印花税票以后 自行一次贴足印花税票 并加以注销和化销 纳税义务 就算全部履行完税 是不是叫三字纳税啊 自己算税 自己买税票 自己贴花 当然我们印花税 有的时候啊 也实行贵贴和贵交 虽然一般它实行的是 三字纳税 对吧 那么这里边 大家需要了解的 也是考试的考点 就是什么情况下 叫贵贴 什么情况下 是用贵交 所谓的贵贴 它指的是一份凭证 如果应纳税额 超过500块的时候 大家注意 印花税应税凭证 如果纳税金额 超过500了 这绝对是比较大的了 为什么 因为印花税那个税率太低了 对吗 所以它应纳税额 如果超过500的话 允许向税务机关申请 填写交款书 或者完税凭证 一般适用于 应纳税额较大的纳税人 也就是税务局啊 直接给你填个交款书 或者是给你盖个完税凭证 就完事了 就不要贴印花税票了 为什么 印花税票 我们知道有金额的 你那合同才这么大 印花税票 把它比合同还大 对吧 贴了一堆印花税票 就跟你贴邮票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税务局给你盖了个 完税凭证就完事了 它适合税额较大的纳税人 那什么时候实行汇缴呢 汇缴的 它适用的情形是 同一种类的应税凭证 需要频繁贴花的 就那合同贴来贴去 次数非常频繁 那么可以采用 按期汇总缴较印花税 按期汇总缴较印花税呢 最长期限不能超过一个月 它适用的是贴花次数 比较频繁的纳税人 一个是金额较大的 叫汇贴 一个是次数频繁的 叫汇缴 听懂了吗 第三个 税务机关还可以委托 发放或者办理 应纳税凭证的代位 代为征收印花税 你例如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权利许可征兆 工房地商砖呢 工房地商 你在领工商一业制造的时候 它直接就把你印花税 给工商局就给你收了 对不对 那工商部门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委托代征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 当然 工商部门也是无力不起找啊 他说我不能白给你搞啊 所以一般是什么 税务局要给他留5%左右的手续费 这是 三次纳税和我们的 汇贴和汇缴 第二个 就是印花税的纳税环节 印花税的纳税环节呢 一般是在输利和领售时贴花 如果合同是在国外签订的 并且不便在国外贴花的 应当将合同在入境时 办理贴花纳税手续 第三个 纳税地点 一般实行就地纳税 好 我们看一道相关的题目 多选题 甲公司于2017年8月 以以公司签订了数份 以货易货合同 以共计75万元的钢材 换取了价值65万元的水泥 甲公司取得了差价款 10万元 接下来各项表述当中正确的是 A 甲公司8月份应缴印花税为225元 B 甲公司8月份应缴纳印花税为420元 C 甲公司可对易货合同 采用汇总方式缴纳印花税 D 甲公司可对易货合同 采用汇贴方式缴纳印花税 这道题实际上就是一个 印花税的计算和印花税的增管 那么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考点 对吧 那咱先看计算 它签定是以货易货合同 以货易货合同 我们说它应该按什么 全额 所以是65万加上75万 65万加上75万 应该是140万 对吧 140万乘以万分之三 算出来是420元 所以A和B是冲突性选项 选B不选A 你再看C和D 是会踢还是会脚呢 首先你要明确 它算出来税额是420 它是小于500的 对吧 它不属于应纳税额金额比较大的这种情形 那么它这里面又有 这样两个字叫数分以货易货合同 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内 我是频繁的贴花 对吧 数分合同 是不是纳税频繁呢 而且是同类合同 那同类合同纳税频繁的话 应该多采用什么 汇总纳税 而不是汇贴 所以应该是汇总缴税 应该选B和7 第四个题目 印花税的伪章处理 这个要注意它特殊在哪呢 我们在前面啊 学整个中国的税制体系 我们后面呢 还会学一个 我们的管理上的征管法的规定 叫税收征管法 大家要知道 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税法体系里边 其他的税种 都是适用税收征管法去处理 你的违章问题和违法问题的 税收征管法会非常明确的 规定一些处罚的规则 但是在我们整个的税制体系里边 有两个税种是比较特殊的 它大部分的违章处理 是自带法则 什么叫自带法则 它不看征管法的 它自己本身那个印花税条例里边就有 一个是印花税 一个是关税 所以印花税的 暂行条例里边 直接规定了违章处理的一些 具体的条文 我们看一下 未贴或者少贴 未注销或未化销的 那啥叫未贴或少贴 未注销或未化销啊 你那个油票 你那个印花税票贴上去了以后 你没化 你没注销 你没化销 就相当于你没交税 你三自纳税没完成 对吧 该交你不交的 OK 我们怎么处理呢 税务机关可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 并征收支纳金 并除以不缴或少缴的税款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注意 只是动你的什么 钱袋子 对吗 这个钱袋子包括什么 税 罚款 支纳金 罚款的金额比例是50以上 5倍以下 没有行为责任 因为这种主观恶性还是少一点的 该贴印花税票没贴 对吧 OK 第二 倚贴的印花税票接下重用的 你看这种行为啊 就比较恶劣了 什么叫倚贴用的印花税票接下重用啊 就跟我们小的时候机信一样 我们比较淘气 干过什么行为呢 说把一个邮票贴到一封信上 然后这邮票呢 已经被邮局盖戳了 只不过盖的不清晰 然后我们为了省钱 我们把那邮票拿下来 把那个戳啊 又给它慢慢的擦掉了 把这邮票重新用了 是不是主观恶性大一些呀 所以你印花税票 接下来重用的 如果这种情况造成 未缴或少缴印花税的 我们的处理是 现金加手铐 他叫现金加手铐呢 首先涉及到钱的 补税 支纳金 罚款 罚款也是50以上 5倍以下 当然构成犯罪的 追究刑事责任 是不是现金加手铐啊 涉及到刑则了 第三个 按期汇总缴纳印花税的纳税人 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 未缴或少缴印花税的 由税务机关追缴其 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支纳金 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 50以上 5倍以下发款 构成犯罪的 追究刑事责任 是不是也是现金加手铐啊 规定 处罚跟前面一致 第四个 伪造印花税票的 有同学的老师啊 那犯罪智商太低了 要我 我才不接下重用呢 我就自己做 我有技术 我就瞧不起那没技术的人 我自己造出来印花税票 那你更厉害 伪造印花税票的 我们怎么处理 主观恶性是不是更大呀 所以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 并处于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于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也是现金加手铐 只不过大家注意 这个力度更大 因为你主观恶性更大 如果罚你5万块 大家知道印花税的 犯罪行为当中 如果罚5万的话 这个金额就比较大了 而且还涉及到刑事责任 好 那么这一章呢 跟印花税有关的 主要内容 我们都讲完了 这一章讲完以后呢 同样我们也送给大家 一段话 每份合同都需要 贴一张印花税票 那么每滴汉水 都会买到成功的船票 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继续坚持 坚持 再坚持